香港的马路护栏,一般都这个样子,方方正正,上面和下面都是平坦的,这里怎么弯了,哦,有一个盖子,还有这里,怎么又挖了个洞,哦,原来是一个消防栓,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。 夏天在落叶,这是南方的香港,刚经过一波,严重疫情的人们在运动,竖把落叶吊在公园的铁丝围栏上,又把夏天的花开得漫天很热烈,这是九龙的一个运动公园。 香港的涂鸦不是非常普遍,但也不算少,有的涂鸦是东家请人来画的,而有的涂鸦则可能是不请自来,严格说,擅自涂鸦可能触犯法规,但人们好像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种艺术形式。 香港公共场合的灯,一般带有这样的一个防护盒子,长卵有所不同,但是形状大体上都一样,也有一些更加牢固的,外面是用金属条加固,可能因为这种安装比较低,更容易被踢到货撞到。 地铁上盖在香港常见,住宅楼盖在地铁站正上方,往往也配套,公交车出租车站,这是先要很好规划。 协调私营开发商,公交公司和各管理部门共同进行,香港寸土寸金,这样做经济上是划算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